好呀,这是我 哦,不是 我还想拍一个 这种视频吧,OK 那这个话题就是 我之前 这个帖子找出来 OK,对,就是 我觉得为什么中文是 这么难学的,我觉得 也是可能跟这个 这些 恶评还有事情 有点类似的吧 那意思就是 其实我感觉就是 我来到中国 很多人说 哦,你应该学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但是 其实我觉得 嗯 可能 在我经验里 就是中国人跟其他中国人 他们不太聊文化 嗯,所以 就是我找朋友的话 他们也不会太教我的 或者我觉得我知道的 因为反正我生活在中国三年了 嗯 嗯,但是感觉 可能我对他的理解 也还是不够的 嗯,但是 另外一个方面是 我觉得 如果你是 呃,外国人 然后你来到中国 你想学中文 因为我觉得中文跟中国文化 呃,呃,就是有关系 你会发现 其实很难 然后我发了一个帖子 然后,呃,就是一个学习中文的 群 然后有的人说 呃,他们给我的经历 就是 呃,以致 意思就是 你想找朋友 或者跟别人说话 他们有点 无视你 或者觉得 哦,这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他不会讲中文 我去饭馆的时候 啊,好几次 如果 我跟其他中国人去 呃,去 然后我来店饭 这个服务人 不会问我很仔细的问题 比如说 我买一个 啊,我点一个牛排 然后他们不会 哦,你要这个牛排 多,多 啊,多寿 就是全寿 或者 what is it I think 啊,就是一号 两号 三号 什么的 对,他们不会问我 但是 我发现他们会 问其他人 所以我说 哦,是因为他们觉得 我不会讲中文 但是结果是 如果 总是有人说 哦,这个人不会讲中文 那结果是 你 很难 遇到生死 或者比较 关键的 呃,词汇 关键 呃,关键的 单词 对 然后这个人说 对 呃,他也是学到 可能 HSK五级 六级的水平 然后他说 呃,因为 大部分人 只想赚钱的 呃 呃,很难 呃,交朋友 对 然后 我也觉得 但是我发现 从这个语言交换 有的人说 呃,你跟中国人 出去玩 你需要 做一个事情 才能聊天 但是在 好像西方 美国 我们会说 哦,我们出去 喝咖啡 那意思就是 我们要聊天 就是单纯的聊天 对 所以觉得 呃,这个挺有意思 因为 我发现 嗯,在这边 可能有 有 啊,怎么说 三 三种人 第一种可能是 出国国 或者他们英语学评 挺好的 他们跟你说话 是很容易 但是他们用的是 英语 对吧 所以你学不了中文 第二种是 他们不太了解国外 啊,所以他们就是 你跟他们说 说话 全是科班印象 所以你需要 打破这些科班印象 他们才能懂你的 经历 啊 对,然后第三种 是 我觉得 不喜欢聊天的人 啊 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话题 对,挺有意思的 那 是五分钟 所以 再见